我们来看一下纽约时报全球疫情的排行 它没有放进中国 放进中国它一定是排在第一名 第一名是日本 日本在两周里头变化 还是在大幅增加41% 因为冬天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 美国现在正面临十年来最严重的 不是COVID-19 而是Flu流感 以及不断增加的新冠病例 两个结合在一起 这导致它的日均死亡人数越来越高 那么在两周变化里头 也再增加了11% 在全世界增加的最多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最多的地方还不是日本 最多的是香港 我刚刚提到了为什么 因为一堆从深圳的人 就直接跑到香港去了 香港两周以来增加了50% 那么超越了台湾 现在是排名第八名 台湾仍然排名全世界第九名 台湾仍然在增加当中 大家要小心 那纽约市长给大家的警告是 现在是再次把口罩戴起来的时候了 那我也只能跟台湾人用 纽约市长的话 劝告台湾人 我没有办法跟指挥中心讲相同的话 那么看一下台湾 其实台湾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头 从来没有跌出十名以外 我也一直不了解 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是疫情的模范生 在以前三级封锁 这个不能算 而现在当你一开放之后 其他的国家都是开放的状况 台湾一直都排在 今年五月以来 都一直排在全世界前十名 初期都一直排在第四名 第三名左右 后来就排到第七 第八 现在排到第九名 那么台湾的情况 仍然现在还在增加当中 请大家过年的时候 跨年的时候 也要特别的小心 感谢观看